今年的旅行食堂教你做要为大家示范的料理是和风鸡丝冷面 主要的食材是采用时定的手工面线 以日式风味的料理方式让面线展现出清爽的口感 搭配着鸡丝、小黄瓜、还有红萝卜等配料 不仅看起来缤纷可口,吃起来也相当的美味哦 今天的旅行食堂教你做所要使用的主要食材是时定的手工面线 要教大家如何做出具有日式风味的和风鸡丝冷面 这道料理要准备的食材有手工面线、鸡胸肉、小黄瓜、番茄、鲸鱼酱油、味淋、芝麻酱等等 赶快跟着我们的大厨一起来动手做出美味料理 第一步骤的话我们先会把鸡胸肉把它片开之后 把它片成一片一片 那为什么是选用鸡胸肉是比较不油腻吗还是怎么样 鸡胸肉的话它吃起来会口感会 你以切薄片的方式下去呈现的话 它烫起来的口感它会很滑嫩 那我们现在把它切成薄片之后 就把它拿下去汆烫一下 倒一点冰水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来那个冰镇一下我们的鸡胸肉 让鸡胸肉呢等一下会更嫩一点 倒在这里吗 对 还是倒在这里 呃倒到大碗好了 啊全倒吗 可以了可以了好 然后加一点冰块 等下我偷吃冰块的吧 这种天气那待会录完节目我请你去吃冰好了 呃是不需要啦没关系 我比较喜欢吃冰块 鸡肉把它夹下去冰镇 那杰米师傅我们现在要干嘛 现在准备一锅热水 水滚的话 呃我们三种面线的话 我们依序炕 因为它这种 传统的手工面线的话 它会有一定的咸度 咸度 呃 因为它不放防腐剂 它不放一些很不天然的东西 所以说它的咸度一定会有 那煮面线跟煮意大利面有什么不同啊 煮面线 因为面线它比较容易熟啊 意大利面 它比较不容易熟 因为我们今天呈现的那个面条 是冷面的那个吃法 所以说一定要给它冰镇 不然你放在你放在常温下干嘛 它会一直回温它就会糊掉 现在这个面线都煮好了 那要先放在旁边吗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面线放在旁边 那我们再来切一些配料 小红瓜现在是要进去切吗 切细丝 细丝 然后我们接下来把番茄切成小丁 现在就切好了 对 要放旁边吗 先放旁边 然后接下来我们调那个寿司 寿司 我们准备一个碗 然后这个是煎鱼酱油 这个是芝麻酱 芝麻 对 这些食材来讲的话 一般在外面都买得到 我们这个 这个 醬汁调好之后 先放旁边 这样就好了吗 对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 组装我们的 那个 和风 鸡丝凉面 这是紫高粒菜苗 我们把它先把它垫底 我们把这个颜色插开来 很美很美 捲 捲成那个 捲筒状这样子 刚刚不好的鸡丝 把它排在上面 很美 很美 然后再撒上一些 那个黄瓜丝 黄瓜丝 黄瓜丝 切好的那个 番茄 番茄丁 然后我们在那个 涼面那个黄瓜上面 我们把一点那个鱼籽酱 最后再淋上和风酱 和风酱上去哦 好 那今天就是要为大家呈现的 鸡丝和风冷面线 完成了 耶 我来干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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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个水 还要干嘛 こちら 我来干嘛 我来干嘛 你们点人